再来关心一下郭德纲老师 最近郭德纲 郭老师好像忙得根本停不下来 上个月是刚刚忙完了德云社南京的分社 这个月又在同时忙好几件事情了 是的 大家也发现了 郭老师在微博上面也发了他自己的照片 突然发现 头发流长的郭老师还有几分英俊帅气 不太像他了 有点感觉清秀起来了 但是他其实很忙 不仅要拍电视连续剧 还在继续拓展德云社的版图 大家可以猜猜看 德云社还将在哪几个城市落脚 如果你光只猜到上海 你小瞧过劳去了 来看一下 台上都还没说话 台下已经笑翻了 这是什么节奏 没错 这就是郭德纲讲相上的节奏 手舞足蹈再加上回谐调侃 郭德纲讲到哪儿 观众就记到哪儿 大叔的魅力无限呢 今年10月28号南京分社刚刚开张 就一票难求了 而至今才半月有余 南京分社场还没暖够 包括上海在内的两处分社 就已经在积极的筹备中了 上海谈了好长时间了 然后有好几个地方可以选择 我觉得还都挺好 所以我不排除在上海同时开两家 我何止两头跑 11月底 不是西安就开业了 这两天正筹备呢 好家伙 国内有北京 上海南京西安 国外有澳洲 墨尔本 这五个演出基地 可是狗郭德纲忙活的了 不过人家老郭还嫌自己不够忙 这波又去拍《技工传》了 看着萌尼的头发 大伙儿有没有不太习惯呢 头发虽然是假 但恰逢冷空气难下 那假发也是别有功能的 夜晚的横店 有个头套真暖和 而且有了头发的老郭 终于得到了网友们的称赞 英气逼人啊 帅得有点不习惯 不过这拍戏可不是闹着玩的 活累啊的 只有自己才知道 每天早上7点就起床拍戏 拍着夜里12点收工 每天睡眠不到6个小时 去了头一礼拜就天天如此 这铁轮我是 十有好歹在北京演出完 17号就古装亮相横电片场 果然是铁人 不过大家也不必担心 郭德纲因为耽误了 自己热爱的相声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仗着人多啊 德约说好几百人呢 就安排去吧 是吧 人多就是有底气 但分舍多了 难免会担心上座率不够吧 你说上海好演还是国外好演 那还是上海好演 这不就得了吗 外国都卖成那样 你国内再听不了 对不对 现在语言根本就不是问题 能耐才是问题 尤其帝国的纲有大能耐 我们等于在上海听乡声 综合报道 上海好演还是国外好演 对你刚答对了 国外好演 上国外好演 没有了 哪里都非常欢迎他 好 是的 我们的听起来 我们的听起来 对